这是一阵队会把我们的最危险的游戏抑制 谁不喜欢我们的机会 对于《神奇动物》系列的第三部影片 邓不利多之谜来说 我实在是找不到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故事无聊 角色乏味 视觉效果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标题中的谜在哪 它的前身格林沃德之罪 围绕着一个混乱的反高潮情节展开 然而本片结构要更加松散 以至于编剧不得不引入一种全新的魔法幻想 来让整部电影的剧情变得合理 在第一部电影故事发生的一年后 魔法动物学家纽特·斯卡曼德归来 和他一起回归的 还有他那面无表情的哥哥特休斯 以及他的麻瓜朋友雅各·科沃斯基 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 影片也没有交代清楚 整个故事大概的情节就是 黑巫师·盖勒特·格林德沃崛起 而年轻的邓布利多要去阻止他 说句实话 这也不像是纽特他们三个应该插手的事情 因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能够控制的范畴 此外 考虑到电影的结构 似乎把邓布利多直接从故事大纲里移除 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对于一部奇幻电影来说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观众们最后只能被动地接受电影剧情 一些角色的动机也在最后得到了口头上的说明 而且影片里最少有三个角色的态度 会产生180度的转弯 简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出在一只麒麟的身上 这种神奇的生物可以左右魔法世界的领袖选举 所以大体上影片的剧情就是格林德沃要洗清罪名 并参加选举 格林德沃根本就不需要通过语言或行动来表达他的信念 因为整个选举就是一场神秘仪式 而不是像现实世界中的选举一样 需要听取人们的声音和意见 此外 这只麒麟还可以预测未来 我们的反派也得以提前预知主角团的一举一动 这算是一个蛮有趣的设定 可惜整部电影只是匆匆带过 给人一种这个设定是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才添加进来的感觉 目的就是为了让整部混乱的电影看起来更合理一些 除此之外 邓不利多之谜给人一种像是由六段互不相干的剧情拼凑起来的感觉 因为整个故事和魔法相关的内容并不算多 所以导演大卫叶茨在视节效果上做得比较克制 在大多数情况下 魔法世界和非魔法世界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动物们也并不神奇 每个地点都是灰蒙蒙的一片 相当平淡 雅各也许是全片最接近真实主角的角色 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剧情有多么突出 而是因为他的视角更接近于我们这样的成年观众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致命缺陷 影片更像是为成年的哈利波特粉丝制作的 尽管这部电影聚焦于政治 但它完全与政治无关 影片情节围绕着三个巫师展开 但并没有深究他们的信仰 即便反派也是如此 邓不利多之谜维持了系列电影的连续性 但并不能给观众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 也很少有角色能够拥有类似于前几部电影中的真情实感 因为他们存在于电影中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 自然也不会在这些角色身上浪费太多笔墨 电影中的一些情节可以在不改变整体剧情走向的情况下 重新组合在一起 神奇动物邓不利多之谜 花了大概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将六个基本毫不相干的情节连接在了一起 总体来说 影片给人的感觉非常淡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